场下进攻篮板后进攻时间将缩短北京时间8月24日 据美媒体报道 NBA董事会预计将通过下赛季的一些规则变化 包括场下进攻篮板之后的进攻时间 从24秒缩短为14秒 NBA给NBA球队的总经理和教练 也发了一半被忘录 其中提到了NBA董事会预计将通过下赛季的一些规则变化 包括场下进攻篮板之后的进攻时间 从24秒缩短为14秒 简化进攻路径犯规 以及扩大敌意行为的定义 从而更容易触发及时录像回放 NBA相信把场下进攻篮板之后的进攻时间 从24秒缩短为14秒 将会增加投篮次数 特别是在比赛最后的关键时刻 关于扩大敌意行为的定义 那就是不只是针对与其他球员的冲突 还包括与裁判 教练或者球迷的敌意行为 NBA董事会将在9月21日和22日的会议中对上述三项规则变化进行投票 只要三分之二的人同意就能通过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